Hello,大家好,我是皮尔令 在这个视频里呢,我想要对比一下四个模型公司 那么最左手边的呢,以这个战争机器受人为代表的NECA 和这个万次王为代表的DST 那么DCC的代表呢,是这个阿甘骑士 那么再生侠,当然就是麦克法案公司 那么这四个模型公司呢,可以说是各有前求 那么也有很多玩家呢,是非常非常喜欢这四个公司的模型 就像我呢,我是主要收这个七寸左右的,七寸的模型 所以说这四个公司呢,基本上就是我这个收藏的首选 其实这四个公司在这个七寸模型的这个售价上呢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像是这个DCC呢 现在大概售价在21块9毛9或者是24块9毛9左右 其实其他四款呢,也都是差不多的售价 那么在同样售价的这个,就是几乎相同售价的这个基础上呢 我个人认为DST的这个诚意可以说是最足的 它的这个配件呢,还有这种包装呢,可以说是最大气的 那么我先来拿这个万磁王这个盒子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万磁王的盒子呢,就是非常巨大 一个DST的传统包装 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包装盒 那么它的配件呢,也是有一个这个相当大的一个 detail 在我的这个万磁王的这个单独的视频评测中呢 也有这个详细的说明 那么耐卡来说呢 是我个人来说是最喜欢的一个玩具公司 因为它的售价呢相对较低 然后在细节刻画方面呢 超过其他几款公司非常多 因为就是耐卡这个旗下的这些原型师呢 以前有一些是在麦克法兰公司的 而且这些原型师呢,其中有几位 比如说像这个大威西尔瓦呢 他也有自己的工作室 还有这个凯尔,里面有一个叫K神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K神呢 是这个还原度这个达人啊 他做的东西还原度非常高 比如说像这个异性母后 还有这个Jason 有一个叫Jason的原型师呢 是专门就是一个刻画细节非常强的一个原型师 像我之前说的大威西尔瓦呢 他之前就是在这个麦克法兰公司做这个龙系列 大家知道龙系列是麦克法兰这个原创系列的一个代表 他这个离开麦克法兰之后呢 去了耐卡 那么就是开始做一些这个 大多数他是做一些就是这个跟怪物有关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环太平洋里面的一些 一些这个开局怪啊 那么他自己的工作室呢 是专门做这个恐龙啊 或者一些什么幻想的这些龙之类的东西 那么也是一个非常强的原型师 那么由如此这个众多强大原型师组成的这个公司呢 当然也是极其强大的 而且他这个耐卡工作室 耐卡公司还有一个工作室 这个新鲍豪斯工作室呢 比如说像这个做战争机器的这个工作室 也是极其极其牛逼的一个工作室 那么他的细节刻画可以说是这个 呃 前无古人和无来者的细节刻画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那么耐卡的细节当属这个number one 是非常呃 牛的 就是我个人来说是在七层市场上 就是呃 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公司的细节刻画能跟耐卡相提并论 呃 耐卡的细节是最强的 那么 相对而言呢 呃 耐卡的包装就简单一点了 就是大多数的耐卡包装都是一种小挂卡 呃 因为它是这个节约成本嘛 所以说 嗯 也情可原 呃 包装也没有什么 呃 太重要的东西 反正大家都是开盒嘛 但盒子档呢 嗯 这个可能 呃 我觉得 我不能说盒子档是一个不对的东西 而是我个人来说 我个人是偏好这个 开开开盒把玩了 当然盒子档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呃 展示这个模型的方式 呃 那么DCC 呃 前身是DCD 呃 DCC的这个 呃 可动性呢 相比较DCD而言 这个强强化了许多 因为现在DCC主要是靠这个3D打印技术 然后呢 呃 我不清楚它是3D打印之后 有没有这个经过这个手工刻画 但是能看出这款这个 阿甘骑士的细节呢 还是不错的 但是其他有一些呢 呃 比如说像这个阿甘骑士版本的蝙蝠侠呢 就相对来说就比较 呃 差一些 呃 DCC的水平呢 参差不齐 因为DCC呃 它有一部分是靠3D打印 有一部分呢 而是靠这个手工雕刻 比如说像 呃 这个 呃 设计师系列 那么这个 那个系列呢 是就是全部用手工雕刻的 嗯 那么我个人来说呢 还是手工雕刻的细节更好一点 那么3D打印的呢 呃 还原度好一点 然后这个可动度好一点 呃 DCC的售价 在这个 二十几块左右 呃 但是它的包装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像是这个系列呢 就是这种开放式的窗口 呃 总的来说 呃 包装比这个 耐卡稍微好一点 但是比不上 这个DST的 呃 涂装方面呢 呃 其实跟其他几个 几个这个 呃 7寸的这个 主打7寸 这个模型公司呢 也差不多 呃 这个DCC的涂装呢 稍微要好一点 呃 还是蛮不错的 呃 那么DCC暂时就是这样 呃 最后呢 是麦克法兰 麦克法兰 呃 可以说是一个 在当年来说 可以说是最屌的一个 呃 模型公司 呃 麦克法兰的这个 包装盒上呢 都有写啊 麦克法兰是一种态度 It's an attitude 呃 就是 那是一种态度 呃 以前的麦克法兰 那是非常有态度的一个公司 就是说 他 他不在乎 这个模型本身有多么的复杂 他也不在乎这个 呃 就是说 分件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有多么的复杂 而是他有一个设计出来以后 他就一定要把这个设计 呃 就是还原成一个 这个 呃 七寸呢 这么一个雕像 或者是一个action figure 那么 呃 呃 在当年的这个麦克法兰呢 这种强盛时期呢 就是 几乎是所有的强大的 这个 原型师都在麦克法兰 公 公司工作过 像是 呃 我举一个很好的例子 比如说 现在在赛特秀工作的 这个 当年是做这个 呃 在赛特秀做 巫妖王的这一个 原型师呢 他之前就在 麦克法兰工作室 呃 麦克法兰公司 做这个 呃 真人的这些 比如说 呃 像什么棒球啊 之类的 呃 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原型师 离开这个 麦克法兰之后呢 都找到了一些非常 呃 都找到了 可以说是更好的出路 而 但是麦克法兰本身 这个人呢 他比较这个 狂傲自负 呃 他走的是这种 雕像路线 呃 他的 这个论点呢 是说 他并不喜欢别人 就是玩他的玩具 玩他设计的玩具 所以说 他这个 大多数的东西 当年 都设计成了这种 呃 半雕像的东西 但是现在呢 麦克法兰又开始 走这种超可动路线 呃 可以说是 跟他一开始的 这个理念呢 背道而驰 而且他现在呢 摒弃 摒弃这个 传统手工雕刻 而就是全面的投入 呃 3D扫描和3D打印的 这个行业 所以说 大家能看得出来 像是现在的麦克法兰 比如说像光环系列 还有行驶走入系列 虽然说 呃 还是做的还是蛮不错 但是呃 尺寸上来说 5.5寸的这种尺寸 所以说跟3.75寸也不搭 所以说还是一个 比较蛋疼的东西 呃 我个人来说是 只收这个麦克法兰 前期的作品 比如说像再生侠 或者是像这个 电影发狂之类的 我觉得当时 那个年代的作品呢 确实是可以代表一个 呃 高超的雕工 嗯 非常非常棒 而且去 确确实实像他所说的 呃 一种就是麦克法兰 确实是一种态度 啊 非常非常的 呃 涂装也非常好 然后细节呢 细节刻画非常好 像这种链子啊 什么的 像这款模型的分件 就多的呃 数不过来 而且它的这种 披风什么的 刻画 也是非常的完美 呃 这个三枪呢 只不过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来表现 就是当年的呃 麦克法兰的鼎盛时期呢 是多么的强大 那么麦克法兰的包装盒 大多数都是像这种 呃 这边呢 有一个开放式的窗口 那么它的左侧呢 有一个这种 嗯 呃 就是怎么说呢 呃 一个图案来显示这 呃 来显示这个模型 那么后面呢 有一些这个模型的说明 呃 当年的麦克法兰这种 大盒子这种 沉默电的东西 再也不复存在啊 可以说是一个 帝国的 陨落 当然我现在说的 这四个公司呢 只是对比 它们的这个 呃 七寸的这个模型系列 这个模型系列 比如说像DC 现在它还有这个 雕像系列是吧 呃 但是我觉得跟七寸来说呢 呃 没有什么可比性 因为它们是完全 呃 不同类的东西 而且是完全针对 类型也不同 呃 虽然说有的呃 这个产品呢 呃 这个素质 参差不齐 但是 当然它的牛货 还是非常多的 那么DST呢 呃 它的这个 诚意也是最足的 而且 而且手上的这个 Marvel的这个 版权非常多 所以说 呃 我个人来说的话 如果是买Marvel的 双军的话 我首选还是DST 呃 而且DST呢 它也有自己的工作室 就是那个 呃 呃 也是一个非常牛逗 呃 原型式的自己的工作室呢 主要是开发 这个原创系列的作品 呃 DST呢 呃 相对而言 我觉得这个 阿甘骑士系列 呃 相对较弱一点 因为它的这个 3D打印之后的 这个细节呢 相对模糊 当然这款这个 嗯 阿甘骑士呢 算是这个3D列印的 一个非常不错的 一个例子 就是说 打印完了之后呢 呃 可能也有过 这个后期的雕刻 因为它这个细节呢 比这个蝙蝠侠那款 要好非常非常多 呃 这个细节是非常硬朗 非常清晰的 呃 呃 呃 麦克法兰 呃 走下坡路了 现在 嗯 在市场上看不到任何 这个7寸8寸 或者是6.75寸的 麦克法兰的产品 所以说麦克法兰 现在出的东西 我是绝对不会收了 呃 还是 我还是会收一些 以前的这种 呃 电影系列 或者说呃 这个 三生侠系列 确实是这个 雕工方面 确实是 呃 典范 级的作品 呃 那么这四个公司呢 都是我个人来说 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四个公司 呃 嗯 我呢 也希望 呃 就是看到大家呢 给我的留言 呃 就是来分享一下 大家就是喜欢的公司呢 呃 的特点 还有他们 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呃 那么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呃 咱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